嗨 小朋友 今天老师呢 要教你们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 那就是查字典 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词典 为什么说是词典 我们虽然说 背单字 背单字 那其实英语呢 是单词 一个字叫做字 那两个字以上叫做词 怎么说呢 譬如说老师举个例子 student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单字 那事实上它是一个词 学生 在我们国语来讲是一个词 学跟生两个字所组成的 所以呢 这边才会说是词典 了解吗 好 那我们来教你怎么查这个字典 或者是说词典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以后呢 你毕业之后啊 你遇到一个陌生的单字 那怎么办 查字典 不要每次都问老师 老师不是字典 好不好 所以你要善用这种工具 你们都知道那个国语字典怎么查了吗 那现在我要讲英语的 那要查英语字典呢 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这个字典 这本是老师的 已经好久好久了 那它是英汉词典 什么叫做英汉词典呢 就是说用英语去查 汉就是 中文 国语的 意思 懂得吗 你就是看到一个陌生的英语字 然后去查它的 国语的意思 那还有一种字典叫做 汉音次典 那它是相反 就是用国语的单字呢 国语的字呢 去查它的 英文的 英语的这个意思 英语字 是用哪个字 这样子 那那个 老师不鼓励用 呵呵呵 你们呢 用这种英汉字典是最方便的 又是最好的 那我不是在卖书 不一定要买这种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版本的 或是这个厂商的书 不一定喔 你自己可以去找 其实都大同小异啦 好 那现在假如说呢 有一个单字 好 一个单字 那我们要去查 嗯 例如说什么呢 我们来找一个 好 假如说 我们现在要找了这个单字 叫做 好 就是Score 好了 有没有 这个电脑这边有个Score 好 我们找Score 你知道是学校的意思啦 好 但是我们呢 来查查字典 它是怎么样跟你解释 那你 Score呢 你要按照这个字母的顺序 好 第一个字母是不是S 那你就查S 因为它这个字典是从A 你看喔 老师翻到侧面了 有没有 它从A B C D 这样子 这样子 排顺序的 所以你要第一个字母是S 好 那你就查S S S在这里 好 好 那第二个字母呢 Score 第二个字母是C C 那你就看啊 S C 好那你就看右上角 或者是左上角 就是你不用这样子 全部每页看 你就先看这个 右上角 或是左上角 好 S C 好那现在这是SA 所以它在更后面 因为这个C 是在AE的后面 好 那再查 好 S C 哦有了S C 对不对 那这个是S C O 那我现在是要查S C H 好所以超过了 要是好再往前 H 可是快到了喔 H 好 好 好这边 你看左边这边是S C H 好那 S C H 然后再来O O L 哦在这里 就在这里了 Score 对 好就在这里 那你就看啊 其实字典的讯息 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就看你要的是要 什么样的讯息 好你看像这个下面这里 有 哇 有点重 看到 看哪 在这里 好 S C O 哎呀老师的这个 录影效果 还好 S C O 好 然后他有发音 那这个是KK 发音 那这个你们到国中才会学 然后他就跟你讲一堆讯息啊 什么 哦 原自于希腊文啊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看呢 他呢 就是 N是 这边有个N一点 那个就是 是 名词的意思 那这里面到国中也会跟你讲 然后 C呢 就是 他是可数的 Countable 好 然后呢 他就说有学校啦 好 一般去指 一般指的 小学啊 中学这样子 就很就是有意思 跟你解释超多 你看他这个意思不就这里 然后这里都在跟你讲 你看 那你就自己看 看你要的讯息 他这边就是有一些讯息 那甚至到隔壁夜去了 你看 甚至他还有 他刚是第一个 然后再还有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的意思 那第三个意思好 就是 U是那个 Uncountable 就是不可数的名词 然后呢 授课 上课 上课的日子 你看好多意思哦 你就找一个你想要的 你想要用到的 OK 好 是这样子 这个是用这种 纸本的字典去查 好 那这个当然就要去书局买 好 好 那如果呢 你不想买呢 现在网路超级方便 网路超级方便 但是前提是 你要可以上网 上网去查 然后呢 手机也可以查啦 其实手机有一些 也有一些那种字典的那个 APP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小小软体啊 那 那个是要下载到手机 那像我现在是用这个 桌上行电脑 那我要来查 网路的 好 好 那我就打进去啦 音 和 字 好 你看 我才打三个字就出来了 音和字典 好 那下面这个音和字典 APP 就是那个 一些小软体啊 啊其实不用啊 网路就超级多的 好 那打进去 那你看最常用的 呃 其实我觉得最常用是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应该是你们现在国小阶段 是很很够用 甚至到国中也蛮够用的 好我们来看哦 点进去 这个Yahoo的字典 诶 好 他这边还教你耶 每日一字耶 好 好那 假设说 好啦我们就不然就来查这个 这个 刚刚说的那个score 好 好我们来查score 就打英语进去 好 好 然后搜寻 啊有没有看到 好你看 好你看哦 score 好 score 他这边就是KK的 的音标 好 有看到吗 好 KK的 音标可以再近一点吗 哎呦可以对 可以再近一点好 好 这个就是 你看 这是网路字典查出来的 好 这是Yahoo的网路字典 好 KK音标是这样子念 好 那这种是另外一种 这种发音的方法 然后他还可以 点进去听哦 那这个是美式发音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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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那你看他这边就是 那种名词啊 然后学校 好 那这个上学啊 学业上课啊 好那我刚刚说的 C就是可数的 啊 U就是不可数 然后甚至有动词 他可以当动词耶 好 教育训练 好就这样子 然后你再往下拉 哦 超多讯息可以看的 好这样你就可以查到 这个单字是什么 好 现在老师是举一个 比较简单的例子 那你可以找几个 你不认识的英语单字 来试试看 alright 那呢 老师呢 到时候呢 出个题目好了 让你试试看 然后在那个 我们的 呃这个 上课签到 回答我 ok